Ayo 了世紀 天天榮不星 大家好 我是Ay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 對上波波人 這場比賽是 紅牛統治杯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由少年跟Viper對局的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在紅牛杯裡面開打的 這場地圖的中堆有相當大量的黃金 所以中間控圖人控下來 或Push的優勢會相當巨大 這場地圖也不是中間控下來你就百分之百會贏 我們在我們頻道裡面也是看過蠻多次的 在這場地圖裡面 控下黃金卻輸掉比賽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這場地圖的一個防守 進攻防守平衡 算是要做得很好 才有可能Push更大的優勢 這場地圖是海路混合圖 Viper這一波 差一點拿下 這次紅牛杯呢 Viper真的是拿出了自己強大的統治實力 真的是覺得他天梯都在開稿 沒有在認真打 大家都一度覺得 Viper不行了 老了 結了婚 沒辦法打了 結果呢 直接進入紅牛杯 然後呢 在紅牛杯還直接獲得了相當大的領先分數 那 Viper 只能說是世界冠軍的等級 大家都覺得 他天梯上表現並不怎麼樣 但是 他在比賽中表現 依然是鬼啊 依然是鬼 只能說 Viper 就是 Viper 還是大家心目中的那個 Viper 只是他在天梯上表現好像並不是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補下了一個四級了 Viper 補了很快 這裡沒有打算 要先去開碼頭 跟這裡 對方的弱馬 一直在落 這裡碼頭 沒有打算先開 欸 這張地圖好像也不是 沒事沒事 喔 這邊直接圍起來喔 OK 三個弱馬 硬敲 一直找機會敲村民 好 槍兵把 Viper 的弱馬 給B20出去 現在少年準備也要來提升升級時代 好 Viper 點下了 城堡時代的升級 呃 伯伯仁打亞美尼亞人 我覺得這個對局的優勢呢 是伯伯仁佔優 呃 如果只打看陸戰來說的話 伯伯仁的機動性遠比亞美尼亞人更好 那 呃 亞美尼亞人呢 則是海戰部分喔 可能優勢會比伯伯仁更大一點 因為他這個奴號戰船可以多射一發箭子的傷害喔 而且他的爆破船呢 點下銀罐之後 有這個範圍的增加 所以傳達海戰來看喔 伯伯仁可能會稍微劣勢一點點 但也不會劣勢到哪裡 因為伯伯仁呢 他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所以爆破船附罪的情況下 Viper還是擁有這個主動權在 所以誰裂誰優 現在還不好說 海戰的部分 但以陸戰來看 伯伯仁有這個後期八折馬就單位的優勢 但是駱駝弓兵呢 跟蒙古突騎是差不多同等級的存在 所以伯伯仁呢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守藏優勢 射爆少年的這個複合弓箭手 然後再去轉出大量的騎兵 然後去壓制少年 那少年這邊則是有白血健勇的優勢 這個劍兵勇士的血量特別多 但是打劍勇的話好像不太需要 因為這張地圖呢 黃金很多喔 不太需要用到便宜的劍兵勇士 所以亞美尼亞人選了這張地圖 我覺得是有點微妙的 因為他後期黃金銷量並不高 後期可能黃金銷量最高的就只有生旅而已 他生旅科技是全滿的 不然就是重裝騎士 整體來說黃金銷量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嚴重的 那Ryper這邊則是 所有的黃金銷是很高的 而且他還有火炮 工程工程師 駱駝啊 還有這些馬工喔 都是能出的狀態 這裡部分也是稍微能打的 雖然沒有印刷技術 但城堡時代還可以用這個救贖思想 防守這個投車戰術 好 Ryper這邊直接被四隻槍兵包圍 這個包圍看起來就是四隻槍兵包圍的一隻女村民 此處有本 OK 那現在左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右邊這裡可以補一個TC OK 馬上補了 Miper跟少年前期打的是非常非常濃 有可能會直接進入大後期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狀況 現在三個TC都已經補下了 Miper這邊二技能二技木也點了 輪走還沒有補 這邊還是要先等肉類穩定之後才能補輪走 所以這邊還要再繼續多撒田 補斷春為主 好 這邊肉馬出來了 先戳到了一下 好 這邊生物應該可以攔截到 這個是青騎兵回頭跟槍兵防守 但是這邊要硬上 直接拿下 這隻生女 這隻還是被砍死 兩刀一隻 好 少年也補下了青騎兵 好 亞美尼亞這邊 重裝長槍兵升級的算蠻早的 因為他也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升級槍兵了 城堡時代就有大槍兵 好 少年點下了跟蹤技術 是想要走一個 聖物開局流 好 中間這個聖物 Viper也要去撿了 這裡先補一下殘血的肉馬 把肉馬的血量先拉起來 點下了一攻 出門看到 這邊肉馬血量也拉起來了 好 生女終於把血量拿起來 青騎兵過來看到 稍微著想一下 三隻生女想要去撿中間生物 但是少年也沒有打算先撿嗎 怕先撿的話 後面這個青騎兵過來狙擊 狙擊落馬 但是這邊少年有槍兵 怎麼看都是槍兵會打得贏 這波硬幹起來了 但是後面的生女還是倒了一隻 但是Viper的生女是倒了三隻 這個算是一換三吧 好 這邊少年可以撿中間那個生物了 撿了吧 哇 少年還直接點了 手推車 軍技直接打到最好 OK Viper這邊點下了輪軸 好 生物撿了 可以回家了 好 上方這一坨 完蛋 槍兵來不及 回頭放手指 直接被砍死 剛好在這個宅可 Viper還是打得很犀利啊 好 左邊這隻村民 最後也是被解決掉了 但是這裡 怎麼有屍體的 這裡難道是點生物也被偷抓了嗎 好 這一波 兩邊肉馬對撞 Viper的肉馬是有點劣勢的 哇 直接輸爛 好 現在伯伯人 點下了更多的村民 還有這個TC 變成了4TC 這些狀況是越來越轉好 亞民亞則是點下了帝龍時代 中間開始插城堡 要來控圖了 好 好 Viper這邊則是 稍微慢了一點 亞民亞的經濟又是非常巨大 因為他的 每點一次 這個 把木技術 挖金挖死 都有這個在做4%的 工作效率的加成 所以他這個 效率會再提升40% 喔 不是工作效率 哈哈 所以他的這個經濟呢 往往會比對手好很多喔 Viper這邊會輸喔 是因為 欸 這裡Viper也沒輸欸 這邊Viper 引一點點是因為村民上的優勢 那亞民亞則是用了手推車 才補上的 所以村民差距來到20村 是有點多的 好 但Viper也是 快快點下了手推車 但是 少年已經有中間控圖的優勢了 好 僧侶再度被砍死 哇 Viper怎麼一直狙掉對方的僧侶啊 好猛喔 好 但亞美尼亞 這邊就是三聖物 這裡 補下第一個 強化教堂的時候 就有第一個聖物的優勢 現在是三聖物 待會再剪掉那顆 就是四聖物了 少年有擁有非常多的 黃金優勢 好 Viper 點下了彈道學 要走駱駝公兵嗎 但駱駝公兵是需要大量黃金的 那Viper直接是鬼祟到了右邊 這一波看起來就是要從右邊租進去了 好 這裡應該是要走駱駝公兵 打槍兵 然後靠漏馬騎士 繼續攻堅的一個路線了 那這邊可能不會生洞中騎士 而是生大漏馬 這邊走的是 射箭場防守 戰毛兵加里 OK 駱駝公兵 OK 駱駝公兵 那確實要補很多的射箭場 Viper應該是有偵察到 三個射箭場已經看到了 但Viper這邊要走一個多線進攻 其實有點壓力了 好 可以再補一根城堡 再補在左邊 好 看這邊要進來了 喔 落馬沒空好 衝得過去 戰毛兵趕快生 衝進來了 少年點一下了 化學步兵鎧甲 這時候少年完全沒有意識到 他右邊發生的事情嗎 有看到城堡了 駱駝公兵出來 這個城堡蓋到了邊邊角角 Viper本來想要蓋在視野石膠裡 但是卻沒有辦法 趁心如意 這波少年進攻非常猛烈 巨頭也出來 準備要督跟Viper了 Viper反而是因為自己想要偷家的關係 家裡正面沒有城堡可以防守 這些田都沒有辦法種了 這裡補下了更多的射箭場 工兵鎧甲還沒有點完 聰明趕快走 戰毛兵出來了 哇有化學 這個工兵打得很痛 好現在這一側 Viper也在想要給壓力 巨頭已經出來了 現在少年有點猶豫 要不要繼續進攻 好 好 Viper丟失了中間黃金礦 但是這一側並沒有丟失喔 好化學點了 我們要投一投 喔 這一波 好多 Viper 打得還算不錯 直接用戰毛兵 守住了家裡 有家 就能繼續進攻 好現在亞美尼亞頭疼了 趕快拉貢兵回手 這裡只能靠奴兵喔 這裡不能靠復合弓 因為復合弓手太短了 奴兵的射程是8點 這裡弱弓是7點 這裡弓兵呢 要點8的話 還是可以點得到的 喔 點到了1發 弱弓兵現在是4加3 後面補了一個城堡 防守一下 巨型投食器的數量有點多 這裡也補下一些戰毛兵 少年開始全力回手的話 這就是Viper想要獲得的效果 家裡的農田可以復更了 好看一下戰況的部分 戰況的部分 弱駝弓兵在後面偷點了一些村民 巨型投食器想要往前走 但是下面前面是大量槍兵 弱駝弓兵現在要擋住 有點困難 這裡一定要轉一些戰毛 這Viper補了一堆射箭場在前線 戰毛兵開始慢慢應對 好這裡奴兵終於開始點掉了 一些駱駝弓兵 那駱駝弓兵這邊有高地優勢的關係 直接正面反射回去 但是好像點射不太贏 槍弓也已經升級好 還好鴨駝弓兵是沒有 這個拇指環 所以射速來說是有點慢的 好左邊有一波大打鬥 這一波戰毛兵開始從左邊空圖 直接繞過了少年中間空黃金的地帶 直接從左側跟右側開始猛攻 城堡也架起來了 戰毛兵也繼續往前送 現在三級弓兵開架還有五秒鐘 升級好之後 亞美尼亞人就頭疼了 待會要打戰毛 一定需要用到複合弓箭手 複合弓箭手現在沒有城堡 就沒有辦法量產 現在亞美尼亞人很難擋得住 Viper這一波的戰毛配洛土弓兵 哇 忽了中間又補了一個城堡 不然是進攻方的少年 但是他現在已經開始有點扛不太住了 哇 黃金空下來 卻丟失了本土 像地圖 真的是很微妙 大家都覺得要空中間黃金 中間黃金其實是有毒的吧 OK 左右進攻 不要讓對方丟出去 好 Viper賣了一些食物 換了一堆黃金 開始點下了二級弓 戰毛兵打複合弓相當舒服 但複合弓打戰毛兵也是有加兩點的傷害的 其實傷害值也是不錯 但是以黃金兵交換來說還是虧的 好 亞美尼亞人被控制到現在家裡已經沒有農田可以增長種田了 這就是Viper想要獲得的效果 好 亞美尼亞人受不了 也轉出了戰毛兵 工兵鎧甲一直沒有補 呃 真的是該補不下 Viper都已經點下了三攻三防 哇 這個洛湖工兵 工兵也能打 少年家裡的狀況是瘋狂補戰毛 產能的問題很嚴重 沒有產能啊 家裡產能都是靠中間這個射箭場 這裡產能要繼續補一下 但是好像沒有安全能補射箭場的地方 Viper的進攻沒有停止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裡要拆掉巨頭 亞美尼亞人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火炮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 拿下了比賽 哇少年還恭喜Viper 然後之後還祝他下一場比賽順利 這就是頂階王者的風範 少年這一把輸的並不冤 因為大部分的人還是會想要控制中間地圖 但我覺得文明選擇上 選擇亞美尼亞人 是為了想打海戰所選的 但是Viper就偏偏不跟你打海戰 那真的是有點尷尬 只要打陸戰 基本上少年就沒了 所以這張地圖還是要選個 海陸混合圖比較優勢的文明 像例如薩拉森之類的文明 可能會更好一點 雖然經濟優勢並不是那麼的好 但至少科技線 不管是陸戰或海戰 都比較全面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Viper拿下支援上勝利 亞美尼亞人窮的只剩下黃金 這把地圖真的對於高手來說 跟我們一般人玩起來的畫面 是完全不一樣 本來Viper的中間快要夾不住的感覺 但其實要夾不住的是少年 這兩根城堡直接猛擦深入 搞定了HOT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會按讚 關在免疫情裡 我們下部影片登陌 然後我們下部影片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